在艺术的这个过程当中 零到一是最难的 所以我一直也在说 艺术市场也是零到一的市场 它是没有模板的 它不是一到十的市场 它如果一旦是复制的话 我觉得那个 那就是工艺吧 我是戴文华 我生长在北京 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戏曲 所以慢慢地 在上学校的时候 就是做小学音乐的指挥 然后美术科代表 然后一直到音乐学院 在二十多岁时候 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第一个交流的工作呢 是把中国的京剧 然后带到了东京 带到了日本 做了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边做着传统文化的这个传播 还有开发之外 然后就开始一边进行一些 收藏的体系的这种建立 从市场的角度来讲 我们一定还要考虑到 让艺术家有良好的生态的一个发展 15年的时间呢 我带领团队我们去了意大利 我们馆藏的藏品 有一幅非常巨幅的一个作品 叫孟中原 叫Jim Garden 作者呢 用了十年的时间 不续续完成的 总长是14米9 世界上来讲也很少这样的巨幅的作品出现 我就是愿望就是把这部长部的巨制作品 做成一部割剧 但是中间呢 有一个发生了一个不幸的一个事情 就是这个作曲家和作为家去世了 我们想这样的这个研究的成果 也不能中途而废啊 所以我们就把它研究的成果 请了中国的作曲家 莫凡先生 把它做成了声乐套曲 我认为就是通过原创的艺术品 做成了声乐套曲 还没有 是我们第一个 第一个以民间美术馆的身份 做出了以后 登陆到了国家大剧院演出完了 然后把空间的艺术 视觉的艺术 声音的艺术和时间的艺术 结合到一起 在19年 我突然有一天呢 根据我自己对艺术的这种体悟 然后进行了书法的这方面的创作 所以在19年的时候 就在东京的Teladasuco 比吉斯港美术馆 我们做了个人的歌展 进入到创作的状态来讲 我就把我自己所有的其他的这个角色 全都抛弃了 我认为就是艺术的这个创作 其实它是无预设性的 这个无预设性呢 可能才是激发你把你自己原有的情绪啊 感受啊 去表达出来的 它更需要的是你的那个时间的经验的积累 以及对生命体悟的感受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 我突然发现 我小时候的那些所见到的 所听到的 对艺术的爱和热爱 突然在这个点爆发了 所以我就尝试着 我自己作曲 我自己即兴演唱 所以我将京剧的戏曲的元素 和歌剧的元素 结合在一起 做了即兴的这个声音的演唱的表达 世界艺术就是将我书法 我的绘画充分地通过我自己对音乐的理解 在所有的作品里面 它都有非常强烈的有和声 看到就像这样有和声有旋律 然后它之间也非常有很重要的切分 还有包括停顿 我觉得我更愿意做一个 就是多元化的 多元化的视觉的一个推动者 能够去创造什么 就去创造什么 2021年 在微软的亚太研发集团的中心 然后做了时空之舞的发布和讨论 那就是通过VR艺术 将书法 将我的绘画融合到一起 形成一个多维的立体空间的 一种空间的传达 体会到艺术与科技融合到一起 它给你带来的无限的这种延展的空间 每个人其实都可以有创作的能力 都可以能打破自身的这个局限